焦点视频《易龙之缘机》的时间 迎光幕又见到我们的易龙师傅 Hello 大家好 师傅 我们继续讲2021新丑年的榴莲运程 现在我们讲粤某年出世的人士 即是1975年 之前说逢是五字尾的 都是粤 粤某是1975年 1975年在2021年有什么事情呢 2021年来说 它会冲到一个华盖星 冲到华盖星代表 艺术才华方面 其实是发挥得不太好 或者贵戏可能会有些受损 但因为明年是一个偏才的年 属于丑与月的年份比较 就是一个偏才 原来明年还合一个桃花 又是偏才又是合桃花 即是说明年在偏桃花方面 可能是有些出现 但是如果有出现的话 其实会不会是长久呢 原来明年是这样 原来它明年又刚刚 又凶亡了桃花 所以来说 凶亡了偏才 是 凶亡了偏才 是 凶亡了偏才 所以我刚刚配到的丑丑就是凶亡 让我计算一下 对不对 对了 没错 我怕我搞错了 是 马上算一下 好了 变成凶亡了偏才 所以偏才来说 可以代表两样东西 第一 是代表一些投机的钱 偏管的钱 即不是正财的东西 第二 可以代表一些是 场外的桃花 即是说不是正式的桃花 如果结婚的朋友都要注意 场外的桃花 即是在外面 即是有场外的桃花 但是桃花 偏才又代表是桃花和投机的钱 是 变成凶亡了 所以在投机方面都要很小心 也都是 桃花最终都会不欢而散 好了 另外一样东西 因为 明年又这样 我们叫一个寡宿重叠 寡宿重叠了 变成了 明年来说 一个人可能会特别收起自己 不开心 感情上会有些问题出现 所以一定要自己看得开些 轻松一点 所以1975年 其实多少岁呢 8、5、9、5、0、5、1、5 我都四十几岁了 所以可能在感情方面 有些变化都不一定 一定要自己去看开些 轻松一点 所以整体来说 1975年 明年来说 新丑年 是会有一些 较为压力大一些 是 较为一些压力 希望可以 憑着自己的努力去释放 因为明年来说 会令到人会更加抑郁少少 或者想法 会负面少少 所以一定要自己注意 提升自己的正能量 是 好吗 那我今集就说到这里了 好 那下一集 我们再请教 逆龙师傅 其议一些 都是五字尾出世 这个年份的人士 的榴槤问情 是 没错 好 拜拜 拜拜